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财经木耗我是阮木花 本周乌尔战事仍然是持续升高 这个危机完全没有解除 会谈好像是谈假的 再加上全世界的紧张气氛 使得股票市场美国股市出现了非常大的震荡幅度 当然还是延续今年以来的主轴 美股是一个比较偏向下跌的一个震荡 相对抗跌的台股也不免受到美股的影响 你会发现这个台股在美股一大跌的同时 它也是开盘往往大幅开低 台子期的夜盘往往也是出现了上冲下期 可能可以达到200点的一个空间 所以今年的操作难度是真的非常的高 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都感觉到 这个今年跟过去两年的操作比起来 今年请假期拍探期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今天请到两位高手来跟我们谈谈 在期货市场的操作 以及今年在股市上面 我们比较可以看好的原物料族群 或是说产业方向是哪一些 在我今天介绍两位高手之前 我要跟大家报告 在美国的投行 他们对于最近的股市行情 包括未来的市场方向 他们已经有一些定调出来了 比如说大投行小摩 就我们一般讲的摩根大通 他最近的策略团队定调什么 他定调说这场乌二的危机 其实让联准会 这个三月大幅升息的几率 这个明显的下降 所以他们认为说 其实股市已经price in 这个战争的危机 最坏的情况可能已经过去 最坏的抛售情况 可能在这个二月的时候 我们看到 比如以纳萨克100指数来讲 盘中曾经跌到20% 这个进入到所谓盘中熊市的一个状况 但收盘拉上来 以及大家可以看到 这二月以来的这个美股 确实也还没有破底 所以他们认为最坏的抛售 应该就是在前一波 那个相对的低眼的这个地方了 后面可能会反映 就是说整个战争 这个渐渐对市场的影响弱化之后 股市反而可以走出一个比较好的行情 这个是小摩的看法 那小摩的看法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林总会主席鲍尔 这个本周在美国国会的听证 他也告诉市场的 的确这个一锤定音了 主席都说了三月只生意 一码那其他人都不要废话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林总会三月升息的几率 是会归零吗 当然不会归零 三月还是会升 但是只升一码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有很多的数据也显示说 三月升息两码的几率 已经趋向于零 这个其实已经没有悬念了 因为鲍尔都已经出来说话了 告诉你三月就是只升息一码 那如果说美国三月升息一码 会不会带动台湾央行的一个升息周期呢 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为根据这个外资报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央行即将要召开 今年第一次的里监市会议 他在这个会议的通知已经寄出来了 这个三月17号就是三月中 正好就是在美国联准会议席会议之后 美国联准会的议席会议是三月15号16号 所以央行刚刚好就选在这个联准会的议席会议之后 开今年的第一期的里监市会议 这个里监市会议到底会不会升息呢 我个人预估应该还是会按并不动 这当然是我个人预估了 那金融界的人士是说呢 这个先前市场认为说 三月联准会会升息两码 但现在已经确定只升一码 所以不排除今年央行升息的动作 也会跟着比较温和一点 也就是说不会这么激进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 反正三月17号我们就知道了 我个人估计应该还不会动 我觉得央行要动利率 应该会是今年年中或是下半年 也就是六月或九月的时候的事情 那至于说今年央行会升几次 两次的几率蛮高的 但我个人估计大概每一次就升半码 所以说今年大概就升个一码的空间 当然不是今天听我讲 今天是要听我们两位高手讲 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高手 第一位我要请教的是 大家都很熟知的产业高手 可能是很多人不知道 但只有我知道 他也是海外期货市场的高手 海期的高手 我们今天请到了财经VPIC Vincent 冯全富老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Vincent你好 孟华哥好 各位投资人大家好 方老师我们怎么看今年这个市场 我们先来定调一下 就是说您对今年股市的操作策略方向 以及就是说在今年这样子一个纷乱的世界之下 不管是通膨战争这些因素之下 你会给我们投资人在什么样的产业方向的观察 应该这样看 就是说因为今年我觉得上半年 会在一个大的区间来回做震荡 就是说当你看到假设前界者要要升息 要讨论缩板又有地缘冲突 又有油价又飙涨 所有的利空全部 重大利空一次出来 当然你打下来这个底部 当然这是可以很重要的参考性 所以说这边既然有支撑好他反弹 但是这个地方反弹你也不要太过于乐观 就是说因为很多问题是还没有解决 就刚刚慕华哥讲说 拍板说FVT说这个要升息一码 但是有没有因为升息一码以后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没有啊痛快压力还是很大 那到底有没有已经反映在市场上 我们可以报告一下 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公债殖利率市场的这个 这个公债交易是量很大 我跟各位提要有关联就是说 人会骗人啊 但是钱不会骗人啊 这是钱交易出来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两条 黄色的那个在上面 那个是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那红色的部分是两年期公债殖利率 那我们先看红色的部分 因为这个其实是直接就反映FED的货币政策 因为他是两年期的 这个短线的 那我们看到他数值 他上面画面上看是1.52 那他最近几个交易日都是在1.5附近震荡 那这1.5的意义在哪里 各位去想 当初这个从这个贴近地板 就是接近零 大概0.1几 那这个零到这个1.5 那大概这样看 目前的位置这样落差几码 大概超过5码 就5码6码之间 那这代表 其实市场上当初在想说 预期今年会升息5码或6码 其实就刚刚穆瓦德讲已经price in 就已经被市场给打预防针打很久了 那各位看 各位看 加上自卡 这个FedWatch 那这个也是债券 这个债券 华尔街的债券利率期货市场交易出来 这不会变的 所以我红色箭头现在画的这个地方 各位可能明显看到 现在升息机率最高的大概就是6码 所以完全跟这个两年期公債是吻合的 那第二高的是在5码25% 所以就5到7码这边一直波动 那6码最大 那这个意识在代表 就是说 其实市场上已经一段时间的消化之后 代表其实该反应的利空 事实上它是有反应在这市场 那意思就是说 假设你是个风险偏好比较低的人 会害怕的人 事实上在过去一两个月 其实都已经出场了 对 所以才会形成这个底部嘛 那当然就是说 那事后会不会再过高 会不会很好 也不进来 因为我们讲说刚刚公布出来那个 美国的PMI数据 就知道业没有问题 是往上走 但是不会跌破眼镜 哇那个很陡峭的角度往下 这是昨天往上刚出来的数据 所以就变成说这个抵消掉 那当然这个有点受疫情影响 所以这样两厢抵消的话 代表这个地方 等于说你还要停探厅 就是说你还要多给它 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看这个所谓的基本面的强度 是不是能够支持你 继续去挑战这个高点呢 那变成说我们就不能照进了 那最后我做个小小结论 就是说其实木马哥讲说今年难度很高 确实是这样 因为我在市场上也比较长一段时间 就今年的市场你懂越多工具的人呢 那你将会占有越多的优势 不是说你如果这股票 股票我们知道这个黏在那个地方不好操作嘛 但是其实金融市场有很多的商品 原生性商品 那其实它是一个辅助工具 也是非常好的避险工具 不是说在短线交易 如果你是钉盘的话 短线交易其实它也是很好的一种工具 所以其实你会恐惧 其实恐惧是来自于你不熟悉嘛 对 对那我刚好我们今天也是有这个台子 其实专业户的 那等一下我们就听听他的看法 工具真的很重要在今年 好那刚刚Vincent谈到了就是说我们今年还来一位奇货高手 那我们这位奇货高手出了这本书叫做 台子骑傻瓜当冲法 让我的本金翻五倍 那听到本金翻五倍大家很羡慕 就是说他怎么做到 怎么可以在奇货市场这么厉害的翻滚 那今年的这个奇货市场到底我们操作的策略会是什么 不过我是觉得说 所谓在奇货市场不能当傻瓜要当聪明人 当傻瓜肯定赔钱 因为奇货是一个零和游戏 不是赚就是赔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一套策略跟方法看懂市场是重点 所以让我介绍今天这本书的主角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就是昆凌 昆凌你出了这本书 我想很多人可能想说 那我来了解一下奇货市场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你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台子骑 刚刚Vincent有谈到了说 其实今年懂越多工具越好 我们知道这个衍生性信用商品 有骑过有选择权 有很多的衍生性信用商品 它是其实可以来辅助现货操作的事吗 对 没错 大部分刚开始 大侠对于有在做股票的人 期货对我们来讲 就是可以当成一个避行工具 台子骑对于新手比较不熟的来讲说 我们用简单的去讲 它其实就是台湾价权股价指数期货 简单说它就是以大盘为标地 可以这样子看 看它大盘的涨跌 简单说就是你看多就做多 你看大盘短线会跌你就做空 这样子 所以它的优点就是它其实很单纯 它不用悬果 它的交易的方式是什么 它的交易方式就是财保证金制 有分大台子跟小台子 它的保证金小台子是大台子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规格是四分之一 对 它的点数的挑动大台子一点是200 所以小台子就是50 ok 等于说今天如果说你做对方向赚了100点 如果大台的话就是赚2万块 小台的话就是5000块 对 然后再扣掉一点的手续费 不能很少 交易税手续费很少 很少 对它的优点 其交税跟手续费跟股票比较相对少很多 对少非常多 所以它其实我都是怎么算 就是一点你就抓一点 你做大台小台 小台的话可能会差一点点再多一点 但是你就抓一点让给它去缴这个部分 这样你只要赚超过一点就是赚这样 就是一点 跳一点就可以够cover成本就对了 就比如说50块 200块这样子 对就这样算 大台200块绝对够 绝对够 差一点点 小台50块的话 不太够 差一点点 我们要做这个其实没有多少钱 不到一杯星巴克的星巴 看对方向比较重要 对 今天交的时间是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 它跟我们一般知道的这个股票不一样的 是它的开盘时间 以及收盘时间 它比较提早 然后开盘提早15分钟 收盘延后15分钟 很特别的是 它1点45分收盘之后 下午3点它又开了 夜盘 对夜盘下午盘 它可以开到什么 凌晨5点 都不用睡就对了 都不用睡 它可以一直交易 这样做期会的人不都黑人缺 常常是都会很热衷 很热衷 因为他如果懂的时候觉得他其实蛮有趣的 懂了他的波动的时候 就觉得以前的话收盘就没得做了 像你做股票的没得做 那有一些上班族 他白天他还没有办法交易 他就可以利用下班的时候 帮自己赚上加班费 斜杠 斜杠很顺利 或者是下班帮自己把薪水赔一赔 这就没讲 这个期货不太联合 Vincent 你晚上都应该睡 不是这样 其实有时候会这样子 但我觉得期货工具 其实有个非常大好处 就假设你有接触到海外期货 它会有一股力量 它会有点半强迫 它会让你去追求 或是去找很多原因 比如说最近看到小麦天天涨停板 这个其实强迫你去找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这个跟股票有关系 它会连结到这个商品 为什么会涨 跟国内的标的到底有什么联动 就会出来 比如说像最近小麦 不是就像我们现在在录影当下 小麦涨停板还锁死 所以这个原因 我们就跟最近的恶物事件有关系 我们看到其实很明显 为什么它会鸡飞狗跳 或者是原物料 什么黄小玉原油 你看俄罗斯它占这个 它涅的出口占全球49% 它不是涅的生产最大的国家 但是出口它是最大的 八斤占42% 就跟我们台股半导品也有关系 铝又占了26% 白金占13% 如果说是原油 原油不用讲 它天然气 它欧洲天然气40% 都要靠俄罗斯输出 可是它不只是金属跟能源 各位看一下 俄罗斯它虽然不是小麦最大的生产国 但是它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 对 所以各位 所有原物量是跟它一样 它占了出口占了全球16.9% 乌克兰好时不时 它对手现在冲突的国家 乌克兰 它玉米出口占了全球16个百万点 所以这个 那这个会强迫你去了解这个东西 其实你就了解说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 为什么说 现在FED面临通膨压力 好大好大不得了 那我们台股为什么 我们美股也好台股 为什么一反弹 马上遇到压力 哗啦哗啦又下 所以其实 你懂期货的工具越多的时候 你反射动作就会越练越快 反射比如说 小麦涨停板你会联想国内会有什么东西 你履的大涨 好那你会反射 国内生产履的厂商是哪里价 其实跟你的这个选股 这个提升能力提升就有关系了 对这很重要 OK 这个一通百通触类旁通 对对对对 海奇大家不要觉得说 其实我没有去碰它 或者说我根本不关心它 其实基本上你要去关心它 你不见得要操作 但是你可以从它上面 发现很多的这个脉络 像刚刚昆令所说的 为什么期货要提早15分钟开盘 延后15分钟收盘 它其实就是一个价格发现 对不对 好那你操作期货的新法是什么 新法 你有什么样的要告诉我们期货新手的 我想要谈一下就是它的特性 在操作它的特性就是它不用选股 因为它就是它联动的标的是大盘 它不需要选股 所以你不用去研究这个基本面 这个部分 然后刚刚提到的交易成分很低 所以它再来是它 因为高杆杆的特性 它同时它可以带来什么高获利 对于说我们资金比较不足的小资组来讲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容易入门的一个操作的商品 衍生性商品 再来就是流通性很良好 它的特色是 我这一秒 对我这一秒买下秒就可以退了 然后你不用说 如果我去选到这种小型股 我想要买卖不掉 没有这种窘境 再来就是它没有放空限制 它要嘛就是做多 看涨就做多 看点就做空 只要你做的方向是对的 就有钱可以赚 它比较简单 所以近年来我们可以发现说 政府它其实蛮大力去推广这个台子企业 还有像全车权 我知道街合格蛮 给各种新商品 对就是奇交所啦 或者是券商都会一直办这个台子企的这个交易竞赛嘛 它就是有它的什么迷人之处 但是但是什么 就是所有我们在操作这个金融商品 都必须要知道说风险要放在获利的前面 对 不要只看到哇它好好赚好赚 然后不知道怎么去兼顾风险 当然当然 就会像当初的我一样 不到一个月就赔了100万 哦 所以你当初是怎么接受期货呢 我当初是 你一开始是从先赔到学会怎么赚钱 以前是出生之徒不怕虎 然后什么都不懂 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是有人听过说 期货风险高我是根本没听过 那我的朋友 我朋友是那个竹科的工程师 我觉得他都比我懂很多 他说我们我做这个期货 方法很简单 人家就会告诉我哪里买哪里卖 就可以赚钱了 哎呦 他以为 对 然后你可以 是冰山哥 对 然后我来帮你增加这个被动收入 哇 这个同学太好了 原来他也被骗了 他也被骗了 所以他也没有这么懂 他以为就是 他也不懂嘛 断瓶水 对 他就叫你加入他 他算到嘛 这个不错 然后我们一起来 然后所以就很快就把 我拿40万就赔掉剩35万 不甘心 我不甘心就 为什么这样就赔了 我不行 到底但是期货是什么东西 我都不晓得 我就钱就没了 然后就开始自己去研究 去研究 然后上网啦 买杂志啦 然后就去拜师 然后拜了一个老师 哇 我这一支有拜师了 我就 我以前是笨笨的 我现在有拜师了 我就照着说 刚开始一个礼拜 赚钱小赚 然后再来就套住了 不知道什么叫停损 那两个字我都不晓得 期货要停损 对不晓得 然后不懂 以为自己有上一堂课就懂了 然后就 就放进去之后 那老师就开始下跌了 怎么办 叫我们做多 那下跌怎么办 老师说 不用怕 没有 保证金多棒一点 没量跌不下去 没量跌 已经跌200点 老师说跌不下去 那我再买一下 他只要弹100点就不赔了 加码 对 自己想的 就加码 坦坪 然后就一直跌 每天就越来越沉重 到底要不要卖 你有保证金的问题 对 保证金够 通麻卷 你不补麻卷的话 你会被断头 对 但是就是够 所以 保证金够 够 他胖的够多 对 所以就怕他结算 到结算就100了 所以不上课 还没赔那么多 然后想要把他赚回来 反而赔更多 好 至少还有保证金全部赔光 没有 所以还是存活到现在 就只会保证金 还有一些 你可以发现 其实新手最怕 我以前周到晚 新手最怕 就是 我最担心新手刚进去 他有赚钱 对 因为一进去他赚钱 他会变成理所当然 他会忽略风险 对 这个事情 问题是 麻烦是常常 股市起货港 有所谓新手运 你手一进去都是赚钱 对 他也是快 对 股山 他故意要让你在这个地方 反而会失去警觉 对 实际有一个神 你看不到那个神 他会让新手一进去 就先赚钱 然后不得了风险 对 我知道 明神哥的起货经验很丰富 明神哥才是真正老期货人 明神哥讲一下你当年 一天亏掉多少 一千万元 那个是 那个一辈子不会忘了 公元2000年4月4号晚上 2000年 那天发生什么事 因为那是网络泡沫 日K线可以打得出来 那一天半夜 大概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这有史记录现在还没有破 就有纳斯达克期货 刚开始有那个期货以来 到现在都还没有三阶段跌停 那一天出现三阶段跌停 跌停三次就对了 就跌停一次 那好像休息15分钟 再重新交易 一交易又跌停 所以公元2000年4月4号 那天K线是有趣 那没办法 我根本来不及stop loss 停水一定是有成交量的 跌停打开才会成交 那你就一定成交在最低点 所以那天当天晚上大概就 大概两个多小时 赔掉我将近42万美金 还好是自己的钱 那也是都是从股市赚来的 就不到三小时 只有42万美金 那开始我就开始说哇 一辈子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开始怎么样都要先 先想最坏的状况 就是怎么控制风险 交易车略要怎么拟 然后能够避开这种突发性的 对 是从这样开始 观众朋友那时候的40万美金 并不是等同现在的40万美金 但是现在年轻 但是现在年轻的时候40万 可是很大的 不会存了好几年 如果Vincent哥没有被词而打倒 Queenling也没有被词而打倒 他们其实开始知道说 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我应该在错误中学习 怎么样成长的经验 对 很多人可能就是 小白在股市或是 其他市场阵亡出场 躺平了 永远抬出去就不再进来 那是很可惜的 所以说我觉得两位的故事很正面 同时也告诉我们观众朋友 就是说在金融市场没有绝对的赢家 我们在想到利润的同时 我们一定要想到风险 对 不要只看说 这个赚几倍几倍 事实上在赚几倍几倍的背后 是有血泪的 对不对 好 这个请Queenling告诉我们一下 就是说现在目前 你怎么看这个市场的方向 方向 其实我 今年很波动 对很波动 因为这个现在像最近 原本就是铜棚的问题 那最近是因为战争的 这个恶物的这个问题 所以他比较容易上下跑 不连续 所以你觉得今年就是一个波动行情 一年的话太长 因为我主要是做当冲 ok 做当冲 所以当冲 等一下叫我们一下当冲怎么做 ok 所以当冲的话 我比较着重的是当天 我要怎么样切入我进场 怎么样出场 让我有价差可以赚 所以我比较着重在这个部分 那他隔天像 最近他会跳来跳去 他像是一个比较大的区间震荡 那常常是今天日盘 他收涨 结果隔天一跳跳跌 或是下午盘他跳跌 那下午盘他往下收 隔天又跳涨 但是我们只要不留仓 你做当冲 他跳涨跳跌 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 好 所以 queening的方式是 这个不留仓做当冲 对不对 那我要请教冯老师 就是说 这个不留仓当冲是不是一个方法 以及呢 就是说 这个 期货操作跟股票操作之间的 这个共通性或相应性是什么 当冲是一种 等于这种day trade也是一种模式 第一个他没有over night的风险 对 那也是很好 那这是一个短线 就是把它为操作的主要标题 风险控管 对 对 风险控管 他会模式会不一样 那另外一种是 其实最原始 其实我们讲说 这个 期货候选择权衍生性商品 其实最原始发展出这个商品 其实他主要是避险的工具 因为他有个好处 比如说我们现货市场收盘 我手上报了一大杯台积电连马科的话 我这个大型股 假设万一晚上突然有一个什么样重大的讯息 或是数据公布 结果可能不是你预期 但是已经收完盘了 那你就没有办法规避这种风险 这时候我讲 所以说你懂越多工具越好 那台子其实就是一个很好工具 因为他交易到半夜还在交易 所以你如果要避险的话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就去着手 那避险当然不是说等部位等量的避险 也可以partial hedge 所以这个以前我们过去在法人单位的话 比较大的部位法人单位 我们也常做这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避险工具 那如果另外一个 我讲慕华科问 其实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point 就是说他到底跟台股市场有什么 有什么不太一样 又有什么共通性 我举例 现在很多人投资ETF 像市场上也有所谓的加钱指数ETF 那个概念是什么 其实就是说我假设一个投资人 我并不是特别会选股 我只有只要总体经济大凡方向是好的 我当然就做多 有的人可能他主观意识偏空 那你也可以做空 ETF跟我们讲台子级就有关联了 我一样是加钱指数ETF 但是我的交易成本很高 但是台子级其实他交易成本很低 如果说你是一个长期投资者 我本来就ETF 我本来就是要放很久的假设 那我们刚刚讲1.200块台币 假设我举例假设现在是18000点 那你等于你买一口合约 相当于就是360万的等同ETF 你就这样想我买一口合约 我的交易其实就等于我买了360万的加全指数ETF 你就这样想好那重点就来了 买ETF成本很高啊 那我也可以假设我保证金只要足而准备 我等于没有杠杆 我也可以从一口一路换舱换舱换舱 我也是等同投资ETF 而且我还可以占到一个便宜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台子级常常逆价差 对 对 赚中间每个转价 对 我逆价差我买 其实我买市场挂牌的ETF 我买这个又有逆价差 等于说我买一个商品 我已经打95折了 我就有优势 然后我转价的成本又很低 比你买卖那个很低嘛 那你如果一路转价 假设你一个长期投资者 其实你会发觉 既然你要买ETF摆那么久 其实有时候换成台子级 这样操作 它是一种方法 但很多种交易 这些我是举例 所以说你懂越多工具的时候 对你会越有利 它有时候是避险用的 有时候也可以当成一种 你在跟ETF做转换切换的时候 做你对你最有利的一个交易 对 OK 好 所以刚刚这个Vincent有跟大家谈到 就是说其实买台子的ETF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期货来做 对你只要组额 对等于说 对你等于其实交易的合约价值 大台一口200块 然后这个18000点就是360万 对小台也比较小 等于你操作规模就是360万 对就等于等同ETF 好 回到Queenling的话 你的所谓傻瓜当充法 可以来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 OK 我要先稍微帮这个书证明一下 因为就很多人看到这个傻瓜当充法 就是以为说我当个傻瓜就能赚钱 但不行 这个金融市场不可以太傻 它是一个什么 比喻就是让大家记得 对于像我们新手或者投资经验 比较不足的人来说 听到起伏都觉得我好像要学好多 我要学光是技术指标有KD、MACD、均线、布林通道 成交量哩哩哩哩一堆 然后你还会看筹码面 对不对 还要分析这个消息面 而且你在分析筹码 不是只看它买进卖出 还要看选择权 卫品质好多 那我怎么学 而且干扰的因素越多 你当下就越难下判断 但是期货的波动是很快的 那太多的东西会影响你判断的话 你操作就没有办法好 对就把它简化就对 对 其实是我去无存经 就是把它划翻为简 然后交给大家一种 就是大道之简的 你先会看最重要的叫做KBANG 用KBANG去看 看说我要怎么做 那它有个大原则是 涨做多 跌做空 盘整的时候你就是来回做 顺势做就对 对顺势 可是顺势的人很多人都会败在哪里 盘整 他不知道盘整怎么做 所以如果你还不会做盘整的话 没关系 先不要做 他可以判断的出来还在盘整 但是当他在顺势 他正在涨的时候 不要假的 当个傻瓜就好了 我就笨笨的看着KBANG 他正在涨 我就顺着他涨 不要假的说 这边应该他就 不要预测高低点 对 然后觉得这个消息面怎么样了 现在都要打仗了 所以我就大力的去空他 千万不要 因为盘整会有大大小小来回的波动 盘是有哪个这种方向 来这个就是上涨下跌 对 像这个就是上涨 最简单涨市 跌市 这是盘整 所以操作的大原则 为什么要讲这个大原则 有些人会觉得你是不是废话吗 为什么涨做多 跌做空 还要你讲 对 这个好像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可是你看喔 做台子期 或像我们做金融商品 很多人会犯了一个 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我进去买多单的 他明明看到他在跌 他就不退 这时候你脑海就可以浮出一个 不行大原则 我做的是多 他现在没有在涨 我要先停顺 对 所以一直 这个为什么要特别讲 他是大原则的原因在这里 那我还可以看 同个K线对不对 对 但是如果你以期货当初来讲的话 我我比较建议大多数人在用的是5分K 5分K 对是用5分K 因为他的走法5分钟 对 我们的反应时间以及他的价差 当然他现在18000点跟之前 大概1万点的时候 他的幅度又更不一样 那如果说你看5分K 会觉得压力非常大 也可以换成3分K去做 压力不会大 因为我都看1分K的 哈哈哈 1分K 可以拆掉压力 1分K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 是如果他的政府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然后影线多 然后K棒都很大根 对对对 就比较不好判断 不会 我不会压力拉过都是看过影的 哈哈哈 对 穆化道格好可爱 对好可爱 那我们在看的话用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 他是什么 当我们的收K价 收K价大于开K价就是一根红K 当他在连续红的时候 然后就是不要不要 你再讲一下收K价大于开K价 对他就是这边是开K价 因为我们讲开盘价 大家都会误语 像我们现货开盘 5分钟的开K价 对5分钟的开K价的话 他只要高于他收K的价格 只要高于开K价 就是一根红K 看那个红K长短的问题 没有错 但是他只要是你看到 他第二根是不是属红K 没错 第二根属红K 所以第二根K棒 跟第一根K棒来比 他是什么 有过高没破低 所以他叫涨4K 然后他告诉你我在涨 我们就是只能持有多单 反过来他如果是有破低 没过高的黑K 我们就持有空单 直到什么时候 我们要去 难道就是说转折点怎么抓 对 转折点我们这个 你赚钱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什么时候要出 你赔钱的时候什么时候要停损 就是这个捷 很重要 抓K大家趋势 可能很多人都理解 但是真正的美感就在这边 对 我们先 现在要讲这个美感 对 就是美感 像这样本来是红K 他的开K价被吞了 是不是变成刚刚是有过高没破低 就这根 这个低点被吞了 对 他被吞了之后就变成有破低 没过高的K棒 他被吞了就是什么 原本的涨势转成跌势 所以这个地方就要出了 对 所以他是涨座多 跌出空 那假如他是片线 对 片线会不会 我们在做台子旗 片线常不常出现 对 非常常 会很常 但是片线会不会赔很多 不会 不会 因为区间而已 对 但是如果是我们整个 这个大涨盘是不是 就是一波了 你只要做错 他就是赔一波 对 这是傻瓜 插桌法的用意 所以不要怕片线 反正基本上被骗也就算了 对 你也没有赚多少 赔多少 而且久了之后 你看久了之后 其实判断的出来 他是不是片线 所以原则就是一定要遵守这个 所有过高没过高 对 没过低 对不对 对 然后再带入一个很重要的 辅助工具 就是N字盘 力气来了 他是N字盘 我称他为形态之母 所以我们知道葛兰碧把法 W、M头、三角收斂、骑形那些 他都是由N字演化来的 那N字我们为什么要看N字 刚刚我们在看K棒的时候 是不是提到 有过高没破低是涨4K 同样 他在N字的走法里面 你会发现 他在回撤的时候 这个低点不会破这个低点 而这个高会过这个高 跟K棒一样是有过高没破低 这就比较大的趋势 这叫什么 上涨N字 所以上涨N字 我们要利用什么 回撤不破低的时候 这个点买进 这样子是不是有利润 那你做档充 你又会看转4K 这种盘怎么做 OK 来回做 你知道他在转的时候跟着他转 就这样子单纯的 要不要去研究筹码跟其他都不用 就是最基本的要知道 这样子 还有什么力气 OK 男人把我都拿出来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另外就是盘整的位置 比较重要判断的 许多人是会在盘整的地方做什么 因为顺势是什么 顺势是不是 他正在涨的时候 我就追他做 可是他在盘整是不是他会 他会怎样不连续 他出红K之后就容易又出回K 我就转回来 就是刚刚慕华哥讲的片线 盘整其实就是非常多的片线 一下涨一下跌 所以你在盘整的时候 他其实是要反做的 他往上他不涨的切入空单 往下不跌的切入多单 盘整就是高出低进了 对他是反过来做的 如果还不熟的时候就不要 你发现他的K棒 力道是不连续的 你就不要去追他 你就看就好了 OK 当他是连续K很容易判断 而且只要是大行情的大涨大跌 绝对都是连续K 你只看K线吗 还是你会看像 像我知道期货上 一般大家也很常看ADX 这些所谓的技术指标 对或者是会 还有我们说的这个价格计算 刚刚提到MACD 布林铜钢那些其实我都会用 好 这个就是进阶了 对是进阶 时间没那么多 请教怎么避开风险 避开风险 叫我们讲风险放在利润前面 刚第一个 我避开风险的方式就是不流畅 你这个当充 那他就是规避了这个无法控制的 部分的风险 那第二个很重要的 我想顺便宣导就是 你必须要懂得用工具 好 现在的券商 他们提供的这个免费软体 非常的完善 有超级多的功能 好 所以你立刻进场 就立刻可以去设 而且很简易 不用一直切换 就同一个画面 你点一下MIT出价就好了 秒进你就点在那里 你随时可以控制 我这笔单 我最多就是赔多少 对 我就要退了 他可以预设停利停损空间的 都可以 而且他有 他可以双边挂 很多种方式 那你已经有利润的时候 也可以用移动停利 好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不会黑眼圈了 不会 你可以睡觉你就怕黑了 而且你知道像出价功能都好用 有时候像 譬如说我们现在盘 他是不是波动来很快 像刚刚穆华大哥讲的这个片线 或者是他真的 他不是片线 他就突然转 走得很快的 我举个例子 假设我在18000点我买了多单 假设我的停损点我设了15点 我认为18000这个大支撑 他来测完他又熟了 我买了一口多单 那我预设15点就是17985 我要停损对不对 可是他如果回来 因为他是大支撑 既然守住 他再回来就容易怎么样 真的要破了 所以我就预挂出价单 在17985的地方挂两口 那假设他真的拉上去 他一涨之后突然回来 断跌了 我的手上的多单15点停损掉 我手上顺便会变空单 那他如果是真的这样子 因为为什么大支撑的位置 你可以这样做就是他真的回来的话 下去利润就会补过你刚刚的亏损 这也是这种方法 好 有时候大家也会担心说 刷下去 一分钟刷下去三四百天那种 你这个预设他可能就跳过去了 对不对 不会 因为他在下面是出价 他会划价而已 比如说你设的是985 可是实际成交到他可能是 他可能花很多点 对可能是975 因为他那个功能 所以说你触碰那个价格 看他是用 像国外的单子有 出价之后你的order有分是市价抛出 对对对 限价抛出 对对对 他还有可以 冯老师很内行 对 果然是两个价 对 我们有分你就是出价的时候 你要设范围市价还是市价 对 还是同样的价格 这样子 通常我们会建议像这样子的单子设范围市价 对 范围市价就不会去买到或卖到那个 太差太多的这个价格 对对 好 这边请教方老师 就是说 现在目前台子期这个工具你怎么看 以及您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产业 是您建议资金要往下去布局 对 这个我们想说台子期就是事实上即便你不是把他当成一个主要的操作标的 那你也是要熟悉他 因为他毕竟他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避险工具 那我们讲说好整个大盘我觉得要留意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要观察过去一周美股也好台股也好 他是经由我们知道几个重大利空测出来的低点 对 好 那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不管你是一周两周三周一个月两个月 那过去一个多礼拜的那个低点 在你今年的这个操作里面就最好他以index来讲最好不要跌破 那跌破的话那很可能就是有更大的事情发生 这是一个大原则 那如果按照台股的产业面来看我觉得说 也接下来也不是所有的产业都会都会ok成长力道很强 变成只是一部分 那可能集中在比较上游 比较上游 比如说我们看最近上游有属于什么什么说话油物料那是上游 钢铁这个东钢这个是上游 那有些半导体像台积电这也是上游 所以往上游去找的话可能他占的优势会比较大 下游的话从订单数据来看他比较不好 那另外我分享一个就是说 除了这个台子期其实国外很多商品期货 其实他也存在着一些一些 风险相对小的一些有获利的机会点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最近我们讲说通膨压力很高 主要来自于这个油价 那油价大涨 那大涨之后 大家讲说这个跟投资人有什么关系 有哦那个送分体的那个钱在那边 放在那边财神烟 在那边等你 你不要让他等太久 你这样就画面上看 这个是原油的报价 那你如果仔细看从这个4月5月6月 一路看下来到12月 因为发现 因为这就因为有特殊事件 所以他把这个价格有点扭曲 原本每个月合约的价差不会那么大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价差多夸张 4月跟5月的原油价差 每桶超过3块钱美金 已经3块半 而且是逆价差对不对 就是越远越的 价格越低 那这也不太合理 这个不太合乎常态 那你想想看 我这桶油又不是什么吃的东西 放一个礼拜会坏掉臭掉 我这桶 我现在同一个油井 这个月开采出来油 放到下个月再卖 价差有这么大吗 那就产生一个空间 那在 这个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利润也在上面 那我先让各位了解一下这个图 这个叫做我们长期统计 美国清源油期货的远近月份的价差的图 就是我们用远月份 远月份大概我们用过去 就是12个月的价差减掉近月份 那蓝色的柱状体就是它是 因为你是远月份 远近月份 那比较常态的应该柱状体 是在零轴之上 那最近我你看呈现负的 那红色的箭头 你看有没有负的值 已经几乎是创 过去将近20年的10几年的高 那个最大的乖离 就红色箭头那个地方 那这个有什么 这个财神也在那边等你 有什么获利空间 我们刚刚讲 回到这个报价 那你可以去交易 比如说既然远月比较便宜 那我举个例 比如说你去买9月的 然后去卖出6月份 这个就是叫价差交易 价差交易 这就是intermarket 跨越的价差交易 跨越 跨越的intermarket spread 那我实际上 我实际上昨天早上 我就真的进场去做 那画面上看到就是说 我红色空方框起来 我买进这个9月份的合约五口 然后去卖出 就半空6月份的合约五口 那这个因为我们刚刚有看到 那个价差图 它终究会收敛 终究会收敛 那当然 我是运气好 它竟然在24小时内就收敛 昨天晚上有一度原油跌下来 就五对五的这个五对五口对五口的加加交易呢 那这个利润跑出来就很可怕 这个有差不多一万将近 这个一万我看这个将近一万 没有七千多万美金光这一笔 观众没有 一个晚上七千多万 冯老师一千多万怎么赚回来 那连那个小麦也是一样话虎 所以一个晚上就一万美金就入版 那还会入版 所以我意思就是跟各位讲 这个地方 有时候我们在特殊事件出来之后 我们要去看它价差 其实有这种风险相对低的这种交易方式 也是可以获利的 好 你看今天这个高手 两位高手所言甚事 大家应该都选到很多 其实这个奇货市场 这个跨越价差交易 或跨不同的商品 组合交易很多方式 比如选择权 有基本上四种的交易方式 同时还有什么跨市热市 什么市很多 这个就像游泳一样 有自由市发市蝴蝶市 每一次如果大家都会的话 那你就是游泳高手 你如果在金融市场上 你所有的商品你都懂 而且你每一个交易策略 你都像我们两位高手 都这么清楚的话 那当然你就比人家更多武器了 比如战争 你只有机关枪 人家是有飞弹 你其实谁可以打得赢 所以我刚刚在讲说 在金融市场上 我们应该尽量多懂策略 多懂工具 原因在这个地方 你不见得一定要交易 但是你可以从这些工具 这些策略里面去找到很多的 这个未来投资的机会 好那今天非常高兴 能跟两位高手 这个来学习 同老师还有我们的Quinley 然后教我们观众朋友很多 当然因为这个 我们刚刚讲孤海乌鸦 在这个孤海乌鸦里面 很多人其实说 那我回头试案吧 但是另外一种正面思考人 就是说在孤海乌鸦里面 我要勇往实前 屡错屡战 而不会被这个市场打败 我想我们今天现场两位观众 两位来宾都是这样子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 也应该有这样子的 抱持这样一个中心思想 才能在这个市场上 真正长期存活下去 而且在市场上获胜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如果观众朋友 您喜欢我们节目 请您一定要礼拜六礼拜天 准时收看 同时您在YT 在这个脸书 在Facebook上面 在Podcast上面 都可以搜寻到我们 财经木耗子的节目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搜寻看完之后 帮我们按赞分享加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们前进最大的动力 财经木耗子为您财富加点力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收看 拜拜 拜拜